台北市政府的座位又被批了 就是在08年的时候 明明就已经发公文规定 自行车道不要再设车组了 但是台北市远无私咬踢爆 好是否说一套做一套 但您看这是台北市大业路旁的自行车道 被发现阻碍重重 短短一公里的自行车道 设了总共有189根的车组 让自行车组大叹 他们骑脚踏车 好像在骑越野障碍车道 左弯右拐努力护住 两边把手 骑上这条台北市大业路旁的公园自行车道 可要专心细心 还得有耐心 一不小心 可能就撞上前面的混泥土车组 放眼望去 短短一公里长的脚踏车道 就设了189根路障 甚至在不到三米宽的路口 一口气就塞了4根 铁马骑士想通过得靠本事 但更夸张的是看看这份公文 郝市府在97年承诺的人行车道 不设车组原则 没想到这4年来台北市的车组爆增18倍 郝市长说的话 下面的人似乎没在听 市政府的各局处却阳奉阴为自打嘴巴 这几年来车组组的设置爆增了18倍 所以到底是郝市长讲的话 下层的公务员可以不用听 可以不用甩吗 因为有必要 有车辆的交织的情形 所以我们才设车组 郝市委员担心说 会影响其成的安全的部分 我们这个可以回去检讨 自行车道成了越野障碍 车道铁马族 神经得蹦得更紧 再选张建良 陈贝廷 台北